還有 這位先生怎麼樣 介紹一下 你好我是魯瑞相關主 我想要請我們 可不可以請我們田秋警委員 邀請副處長到地方院 進行背取 請為所有有何者 對德國的不實指控 和謠言一次做的說明 想謝謝 魯瑞姐我跟這個介紹可以嗎 田秋警委員可以帶走 今天的錄影帶 我想這裡有外交上的困難 我不是說副處長 我想副處長 因為他今天代表著 德國政府在臺灣 他對於介入 其他國家內政上的討論 要非常非常小心 這也就是為什麼梁啟源 敢大大大在國會 講這些話 而且一講再講 事實上他那個話 我在其他的媒體上 都已經公開反駁過 但他還是敢一講再講 就是說他也知道說 德國政府 排除在臺灣的官員 不會挑出來公開反駁他 不過我是覺得說 梁啟源先生 身為一個馬英雄總統 這麼倚重的能源的國師 他不斷不斷地說這些謊言 誤導我們的國家 事實上是罪莫大言 謝謝 教練 教練 對不起 我有看過好多篇 德國的專家 那個專家寫的報告 但都是看英文版的 但他們最近的 包括那個歐洲 歐洲 歐洲委員會 每個月他都會有那個 連記都會有report 然後有一個 section 是 energy 我們早上去看 那我們發現 他們的report 上面都寫說 德國的再生能源 對於降低德國的 wholesale 的 price 貢獻很大 非常非常大 那幾乎台灣 不太有這樣的資訊進來 然後第二個是說 可能就您 德國人看德國人 所以德國的電價 一向就是比較高的 不是因為有沒有核能 或是有沒有 再生能源會特別高 本來德國的電價就會比 它在二十年前就會 比其他國家高 現在也是比其他國家高 但是在供電的品質上 是蠻穩定 那我們甚至知道說 德國連續六年 即使在廢核以後 reduce 核能以後 德國還是那個 Electricity Expo的非常大的國家 是Net Expo 就是你們買的電 比賣給別的國家的電 多很 就是買的電很少 但是出口的電很多 是這樣 因為歐洲是自由電網這樣 所以可能 是不是您的看法就是說 有沒有核能 用不用戰車能源 其實對於德國的民生電價 影響沒有那麼大 是有影響 某些影響 但是不是Dramatic的影響 因為德國的電價 一向就是比較 比其他的國家 可能就是比較高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促進德國的社會 在用電的效率上 非常注重 所以用電的效率非常高 是不是這樣的說法 這樣的Standard 是不是正確 謝謝 謝謝 其實都對於 那個 跟別國家的那個 那個 連的交易 其實有限制 你們去德國 能不能消耗的百分之一 可以 交換 跟別的國家 歐盟的目標是 提到這個 目前 德國其實還 還 差不多一段 所以 嗯 嗯 未來的話 我們一定會看見 那個交易會變得多 就是德國政府的目標是 我已經做了 它的供應一直是夠的 能夠保持自己的 要求 呃 這個也有一個背景 因為有的 德國旁邊的國家 他們一直 他們的供應一直不夠 所以他們一直依靠 德國人的 那個 有的國家 有這個情況 有的 有的時間很難說 如果 真的是不是 進口還是出口店 我剛給你那個 例子那個 奧基尼的那個物 還是德國的店 對不對 他們關於德國 他們出口它 還是德國已經發布的店 是不是 對 有的時候真的很難講 其實說到什麼 呃 電不是一個 一個產品 它其實 是有點 自己的 呃 特色的 個性 呃 有的時候 那個 那個毛衣 你看毛衣 都 化學方面 台灣 出口 也是進口 一樣的 產品 有的時候很難 很難講 這個是什麼 是不是怎麼 德軍老師 也就是文靈 是在一個 大家可以 處理好的情況下 因為我們時間的緣故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這個副代表 來給我們這場精采的演講 那各位後續 如果你希望得到 剛剛那個副代表用的那個 一個報導 你可以寫信到這個信箱 那我們會寄給你 那之後我們有 這是人文基金會的那個 那個 對 他們我們有這個錄影的設施 所以我們已經徵求了副代表的 同意之後 之後這些影片我們會 摳在網上 所以給大家 請大家帶 那個 沒有來的朋友也可以分享 好 那我們再次就再次感謝 那個副代表 謝謝